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年前動漲年後暴漲 很多人最近買東西或是繳費都有感 但是今天又有一槍 這個是台北市開了這一槍 說未來停車 也你要調漲最高一小時到150 我們今天看到這消息 還揉一揉眼睛想說是不是看錯 怎麼會到150這麼貴 因為以前最貴的大概級距是到60 現在台北市宣布說新增四個級距 有80 100然後120到150 所以很多人在想說這是在搶錢嗎 擔心大家錢太多不夠沒地方花 所以真的民眾就抱怨說 這是讓守規矩的人麻煩 當然台北市的講法是講說 沒有 我們是讓他們的轉換率提高 那其實真的現在 大家這個小老百姓最基層的民生物資 小老百姓非常有感說 真的都在漲價萬物其漲 可是金字達頂端的人恐怕是不太懂 我們看到像謝金河他講說 我們現在這個30年的低物價時代已經結束了 結果大家就在質疑說 難道我們現在還是活在低物價時代嗎 早就不是低物價時代了 所以是不是你都在金字達頂端 你真的是感受不到 因為隨隨便便謝金河之前就有消息 就是說光是一個毛胚屋 轉售就是賺了2400萬 那2400萬哪是一般小老百姓 一生恐怕都賺不到的 以這個全台中位數 年薪中位數50萬來算的話 民眾要不吃不喝58年 才能賺到這個2400萬 那當然用這個財經錢滾錢的方式 可能可以感受到說 他們覺得現在 這本來就是低物價時代結束 可是人民一分錢一塊錢 都是辛辛苦苦在賺的 可不是這樣子的 輕輕帶過的一種感受 那北部鬧蛋黃 現在連這個捐血送枕箱蛋 都吸引了排隊的人潮 大家搶著去捐血 那很多的通路 現在都開始用限購令 那這個蛋的問題 到現在陳吉仲 真的是變來變去 因為其實之前他是講說 我們就動漲 蛋就動漲 很多基農說我會賠錢 那我就不要 先不要生產蛋好了 那昨天陳吉仲又出席活動 他又講說 我們絕對不能夠讓我們的農民 賠錢賠到 所以我們現在又不再設這個洞長 不再設這個天花板了 又要開放這個蛋價又要開始漲了 所以大家想說 就問陳吉仲 你到底在幹嘛 就是你真的沒有一個確切的一個農業的做法 都是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要嘛就是灑一堆補助 所以這波蛋荒的癥結點就是在政府的胡亂干預跟補貼 造成市場的吸收 農民棄養 導致盤商囤積這些問題交結而成的 所以陳吉仲感覺還在狀況外 那缺蛋危機 農民也批說這個補助的政策是錯誤的 主要是因為這個產蛋率下降 加上這些疫情的衝擊 所以整體來說 整個產業的產蛋率給再多補助 都還是會有這個缺蛋問題 而且你的補助只會造成說 大家更不想賣 所以就真的是越搞越糟糕 那現在面對通膨來襲 行政院怎麼說 就只能好像我們就減稅 就物價 所以其實這一旦破壞這個市場機制 根本就是提油救火 就像鄭運鵬這兩天被大家罵翻的 物價上漲就會帶動薪資上漲 這種神邏輯 讓大家覺得說 真的 你到底懂不懂 大家通常物價上漲 薪水不漲 這才是大家真實的感受 現在就連這個大陸都在笑我們 說台灣物價飛漲 人民叫苦連天 什麼時候我們台灣淪落到 就是這個政客都沒有撇步 然後我們還要被大家 被中國拿出來笑一笑 真的感覺心裡酸酸的 小欣 我對於台北市的停車飛 又要漲價這件事情 我其實是沒有辦法認同 為什麼 因為實際上我們在這幾年當中 已經針對停車費 做過很多次漲價了 漲價包括什麼 我們的路邊停車格 是台北是全面收費 然後我們連機車的停車位 現在都要收費 這幾個 我們雖然有替民眾去發聲 但我們沒有到很反對 是因為使用者付費 這是我們可以接受的原則 可是當民眾已經出了 更多的成本之後 你現在去漲 你沒有配套措施的情況下 可能會出現幾件事 第一個 違規的人變多了 我就隨便停在你黃線紅線 因為我寧可賭一下說 這次不被開單 不被拖掉 我也覺得說 那我省一下這150塊 再來第二個就是 你周邊的私人停車場 可能都還會漲 市府不曉得 市府就說 因為周邊的停車場 本來的費率 就已經比台北市高 不是這樣子看的 你漲了之後別人會覺得 我這黃金路灌 市府都有漲 我還可以再漲5塊 再漲10塊 有種帶頭作用 所以整個商圈都有可能 旁邊的停車費又變更貴 初步聽到是信義區跟西門町 對 而且台北市 說真的已經很貴了 然後這些地方是公有停車場 本來也就不多 或者是說不夠使用 那你這樣子 大家還是有這個停車需求 那該怎麼辦 所以我會認為就是說 在沒有配套措施的情況之下 你在這個缺氮 通貨膨脹 然後人民苦哈哈的時間點 你去提出說 還要再漲停車費 我認為會受到很多民眾的阻攔 那尤其是我希望 不要只是懲罰到乖乖守法 好好去停車的人 那你反而讓更多人 想要停紅線 停黃線 這樣才真的更會造成交通的阻塞 亮哥怎麼看 這個柯文哲他的構想是說 理價 質量比你周轉時間變短 比如說你不要常停 只有短停這樣 這個邏輯美國也有 我說實在 美國有非常非常貴的地方 像華爾街 華爾街停一個小時20塊美金 20塊美金 好貴 是啊 就貴死你 當然因為他們賺得多 有些人也可以停這樣 我想他的邏輯可能是這樣 可是坦白說政府的規費 應該是漲價的最後一波 因為這個是 你又不是缺這個收入 我講白了 我們去年證交稅增加了 82%的收入 82%多少錢 我們去年的總稅收增加18.2% 那光是證交稅就多了82% 結果你台北市在調規費 你不是笑死人 你應該去想辦法從別的地方 得到一些有創收的部分 怎麼會想到規費 因為規費老百姓就覺得 就是你政府要卡油 不然你要幹嘛 對 而且我記得 柯B那個時候 在調整全台北市的停車位 還有把幾個地方給廢除 你記不記得 像文山地區就很明顯 我認為在通膨才剛開始的時候 你就立刻賬規費 這個策略絕對是錯的 你看侯友宜就比較聰明 他說他看半年再說 對 他說他這一波不跟進 他說先不漲 對 我覺得他這樣還是對的 就你要先看看物價賬的狀況 你政府要調 你可以先調別的 因為你如果調汽車的 那你機車會不會調 搞不好會連動 小心剛剛講的是有道理的 因為就是同一個區位 你公有了賬私營了 怎麼會不賬 對不對 而且你台北市 又沒有很努力的在蓋停車塔 請問你停車塔有多少 對不對 因為新北市確實停車空間很少 所以侯友宜大概也有點不好意思 你柯文哲你停車塔真的夠嗎 你有算過你台北市能夠容納的 公有停車位有多少個嗎 是啊 對不對 那你從這裡再來評估 你這個賬價措施 是不是應該要排在最優先 結果你第一個就賬這個 實在是說不過去 說不過去 好像我們最近捷運也賬了是不是 好像賬了五塊錢是不是 有嗎 因為我 就是你這個你如果賬這種東西 人家就會懷疑你其他大概要跟漲了 對 就有一些 你本來就是經過一個 有一些 有一些議價審議委員會的機制的 那你如果連這個都可以漲 大概很多東西你都可以漲了 是啊 就會變成這樣 而且他選在這個鬧區來調漲 因為其實現在真的出去逛街 買東西的人潮也不見得那麼多 那你這樣子選在鬧區來調漲 那這些店家恐怕又要嗨嗨叫 就人家可能本來來 願意來這邊逛一逛 想到這個停車費 算了算了 而且信義區還比較像是 有錢人的地方 西門町不一定 對啊 西門町事實上不一定 菅哥怎麼看 可是這很明顯的 柯文哲就是搶錢趁火打劫 事實上我們這幾年來 台北市停車位數 停車空間 並沒有顯著的增加 都在各位數 然後他增加的還用什麼方式 我就以機車停車位來講好了 表面上他有增加一些機車停車位 他是因為他把既有的停車位 從1米2 1米1的寬度 減到90公分 有的甚至減到80公分 所以這樣子來製造 來更多的機車停車位出來 比方說 那中央政府都已經想方設法 把貨物稅關稅下降 要來引導能夠物價的平衡 不要去漲 這個方式其實對的 那你地方政府就應該也是 要秉持這個精神 你不調降至少你不要調漲 這是最基本的 更何況你漲的除了公家的車位 你當然就會帶動周遭民間停車位的漲價 這個漲的完全沒來由 比方說他要增加轉換率 我們來停車一定要不然就是辦事 要不然就是採買 那我可能說來辦公辦事情 一個小時採買一個小時的 可以降到30分鐘20分鐘嗎 不行 大家都有固定的辦公洽談事情 採購 比方說這都有固定的習慣 跟需要的時間 所以這很明顯的 他這麼調漲 根本就是卡油 所以我希望柯文哲能夠照程序來 照說費率的調漲 他除了報警 他自己市政會議以外 他也要讓議會來審查來通過 他不能說先展後座 做了以後再向議會來報備 事實上我們議會是不吃他這一套的 所以我希望他能夠收回成命 所以現在其實大家真的感受到說 萬物起漲 你說剛剛我們討論半天說 這個停車費漲那麼兇 其實現在連這個雞蛋也要開始漲了 因為這個陳吉仲做法變來變去 因為他現在就講說 我又不設天花板了 我要讓這個蛋價回歸到這個正常的機制 那前面他到底在幹嘛 翔心 確實這個蛋像今天 我看到李明賢議員他的臉書 他有PO出照片 也一樣 還在排長長的人籠 甚至前幾天在捐血的時候 就有一個活動 就是你捐血的話 因為我們血不快 送蛋 排好長的人 那你就想說 現在大家已經缺蛋缺到 就是說有看到捐血活動 我趕快去捐 因為可以領到蛋 這是讓民眾會覺得說 非常憂傷的一件事情 因為蛋本來應該說蛋白質 良好的蛋白質所需 我覺得是農委會 他必須要穩定提供給大家的 而且說真的 不管是飼料漲或是禽流桿 或是你的雞汁數量夠不夠 這個大概在去年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有所掌握了 這不是說你現在才突然發現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雞生出來的蛋不夠 那它是經過一段時間才會發生的 所以你看你當時雞的數量 跟雞的情形 你就可以去算出 未來的蛋的走勢是什麼了 那為什麼陳吉仲 在這個事情上面 他完全沒有做 要一直等到整個事件爆發之後 才說要漲價 漲價的結果就是明顯議員 他今天臉書提的照片 你知道嗎 一大堆人都去排說要買蛋 就是因為陳吉仲說要漲價了 他說要漲價之後 大家會覺得說 那你說要漲彈商的價 那可能彈商到時候 又會提高彈的售價 所以很多民眾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馬上去排隊想要再囤彈 想要去囤彈的人變多之後 彈又把它買掉了 然後買掉之後又會缺彈 這就是一個負面循環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一次陳吉仲所提出的解方 反而造成了 至少我們在台北市看到的是 更多人去搶這個彈 更多人搶彈 更多人囤彈 那更多人買不到蛋 那這樣子的處理方式 到底有什麼誠意可言 農委會主委 在開放萊豬的時候 說得頭頭是道 開放核實的時候 講得高興的半死 結果自己應該要去嚴守 提供最基礎的民生物資 卻做不到 真的是該打屁股 所以陳吉仲真的都用不到方法上面 因為他都只會讓這個事情 搞得更混亂 那陳吉仲心裡還想著要選舉嗎 還是他到底都要幹些什麼 為什麼總是這樣子 好像越幫越忙 不 這個彈其實太明顯了 就是它的優先彈價 然後造成有一些彈籠 就做了也虧本對不對 所以減少了供應量 這已經 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 他提出一個方法 比如說到底是不是 進口雞彈要變多 我們也沒有辦法預期 什麼時候會立刻增加 200萬到300萬顆彈其實並不多 你怎麼會已經一個月了 還找不出方法呢 這實在是難以想像 你緊急進口為什麼不能夠啟動呢 那你至少公布一下 每天進口的雞彈數好不好 就是你要讓大家有一點心理預期 那這樣就比較不會去搶購 那都沒有 所以你叫大家怎麼辦 所以大家就是排隊買 目前的情況就是這樣 然後那個彈商人家要 從養彈機 然後到能夠供貨 那也要時間 因為它整個程序弄亂了之後 那整個你現在 你一下能夠有限貨的 就只有進口 沒有別的方法 是 對啊 所以我坦白講我也沒有辦法 那我們現在這些內閣 你說像陳吉仲 他也不解決了這個彈的問題 然後王美花也不解決物價問題 大家想說這個內閣是怎麼了 內閣是要改組了嗎 還是他們都沒有在解決事情 還是他們現在都準備要去選舉 還是怎麼了 為什麼好像感覺內閣 都沒有在他們的 該做的事情上面忙碌著 王美花對通膨 通膨這個事情已經兩個多月了 王美花第一時間的建議是什麼 你還記得嗎 他要再大賣